我是溫哥話的Dr.佐草 這部電影是介紹太極八徑 和八卦之中的坎卦 彭田坎中門 彭就是彭徑 彭徑和坎卦的神秘關係 這種關係是由黃佩生老師 比較深入地說過 為什麼神秘呢? 因為譯經的解說 除了人的智慧 有不同的解說 所以神秘就在這個地方 請注意本片純粹為教學而設計 觀眾各下個人健康問題 請你諮詢專業的醫療保健人士意見 各下師用電影內容的後果 請持風險 不者不承擔任何責任 謝謝 根據黃佩生老師的自己的練功體驗 他認為因為太極權是內加權 練習內在的意念活動 用思維包圍形象 彭徑是與坎卦相應的 坎卦的形狀是中、實、上、下、去 中是中咬 中咬斷了的就是上盤 下咬是下盤也是斷了的 上盤、下盤也是虛 中盤是實 中盤就是單前和命門 本身分開封 具體而言 黃佩生老師的口訣是 命門爪環跳躅 命門大約是肚瓷水平 但是在背脊那边 你看那套就看到了 横跳月大约在股关节的后方 命门找横跳 这就是他的口诀 他的意思就是命门在横跳 在横跳一滑的时候就像横跳的中间滑的卦象 上下去中盘实 发横跳是用腰跨劲 就是进腰跨的意思 各位看到的图是在下 是速横跳的时候的表现 当然有功夫的不需要速度 可以发到横径 但是为了表现给大家看 如何为速横径 我就做了一幅图 后面有一个短片 就是介绍如何命门爪横跳的动作 那你若是有懂静这功夫的话 你会觉得速横径的时候 就会有天动往来气贴背 满真兴利顶头缘这种感觉 如果没有的话 你便速不到 关于气贴背和顶头缘的中文文章 我在YouTube的电影也有介绍 待会在说明里找连结的连结 可以看到的 在英文的太智媒有两篇文章 是讲及气贴背和顶头缘的 英文的概念 我叫做Cranial Sacral Postural Reflects in Tai Chi 再有另一篇文章 我正在写中 也会寄去太智媒的线发表 在下发表了两篇英文的太极文章 得到外国太极老师的好评 所以将往后的文章寄去太智媒的线发表 我选择一个老师的好评 这位老师叫做David Davenport 他是Dr. Paul Lam的高竹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 如果你未听过他的名字 你去Facebook找Dr. Paul Lam的太智 你一定会找到 他是澳洲一位家庭医生 又是太极的专家 他用太极帮助医关节炎出名 这位David他寫信去太智媒的线 反映他说他很喜欢我的文章 因为我说出懂静的重要性 和另一篇文章 我解释杨情虎的松开意志 他觉得我的文章 不但能翻译出太极拳古典原文的意思 亦能利用我的医学知识 解释太极拳古典内容 他希望更多看我的文章 试想一下他是一位西医的学生 他的西医老师 如果能够说出我说的东西 他也不用看我的文章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发表的文章 应该是对中华文化 尤其是太极拳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接着这一套短片是示范彭田坎中满的 命门爪幻跳的动作示范 背景音乐是在下清唱我所前的抱花棉 一曲的一部分 请你收看 这是令郑胜尼 有香急帐边 首飾入眼廾 怨怨奔见 一笑梦魂 天梦里双思又再相见 怨未断 如轻轻 怨未断 托巴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m Dr. Giorgio 多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部电影 请你点击喜欢 和分享 分享的时候 例如其他的朋友 在面书 和其他媒体 都会分享到这部电影 如果你希望我 多些做这些同类的电影的话 请你订阅 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越多人订阅的时候 我就知道越多人 喜欢看我的电影了 订阅是完全免费的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gain